因應在新冠興嚴嚴的疫情 嘉義館政府協助到各校準備設定的學習促進 讓學生員的停客不停餓 在這二指標的二重國社是特別來基盤 到幾個設定學習到學英年 管理王莊梁請自贈王體驗在時尚的學習 讓公共到可能在平衡地區 所為主委比較欠款 所以用最簡單更不用負責的嘉義館 還跟福德團時尚會議系統的媒體 讓學生孩子在處理這些學校學習的時候 在這項有望對當來使用 有很多方便需要確保 也就由這次的演練、盤點 以及年齡專家學習、所謂學習、所謂的主委 以及設備 在這次演練是利用大映母的現實器 算上平台進行設計和算上當報告 包括做上映的電腦、筆記性的電腦 以及平板電腦進行當報算上學習 在非當報的方式 老師可以運用學習吧 因採網、平台來做筆課 年底、日落、以及分排學習作業 學生就有個別客行的時間進行作業進步 那這個當然在過去啊 這個學校裡面也一直在推動 有關於數位教學方面的內容 那在新型冠狀肺炎期間啊 確實會碰到很多狀況 比如說好了 全校停課 那停課的話實際上學生的受教權 不能夠因為這樣子而損失 所以線上教學就變得非常重要 再來是現在實際上在整個網路裡面 也有很多為了教育系統而發展出來的很多課程內容 那這些課程內容實際上在我們的教育處裡面 有一些合作的一些平台 那透過這個平台實際上學生也可以 在這個平台裡面 取得很好的一個學習跟教育的內容 所以整個的數位教學不只是對成像差距 是一個很大的注意 也對這次新型冠狀肺炎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解決的方案 所以今天特別來這邊看看 到底萬一發生性型冠狀肺炎 有達到停課的這樣的一個階段的時候 或者有些小朋友 必須要在家裡面做某個程度上 跟這些健康的小孩子做某個程度隔離的時候 他們的受教權怎麼被兼顧 那我想今天主要是這樣的內容 那我相信我們都已經有做相關的準備 我們也希望大家每一個學校都應該一先做好準備 萬一發生這樣的事情 怎麼樣讓小學生的受教權不足以審視 我們前兩獨了關心眼鏈進行 也向核心散鬥進化工業觀念 他說一段學校因為疫情提供 核心的受課款不可以減準 該官已經提供 國中修所謂學習相關支援 專門提升、修身、修身、運用的作用 過去學校在教學上 沒有常常使用科技設備 來使營運這次的疫情 就要提早、攝影、并且精筆完成 最數量、甚至是核心 都是一項必要的調整 修身新聞中大臣 以這次彩虹報道 疫情瞬息萬變 我們要慎防社區的傳染 防疫工作再升級 除了加強各項的防疫消毒工作 更需要您的配合 勇媽要提醒您 外出的時候記得 攜帶口罩 去人多的地方 更要戴上口罩 用餐的時候 盡量以外送或外帶 減少人與人的接觸 也請所有的餐飲業者 以及菜市場、夜市、攀飯的朋友們 務必戴上口罩 可以降低傳染的機率 保護您也是保護別人 防疫工作大家一起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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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ouragement 呆